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纽线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最近我都忙着给我多肉上架 那我在我的多肉呢 就分为路养区和雨棚区 为什么我要把它们分门别类呢? 因为我要回台湾了 那由于疫情现在逐渐的开放 让我有机会呢 就可以回台湾去参观 还有看看台湾的市场多肉的种植方法 然后呢我会学一些新的知识 回来纽线 那看看两边的多肉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 好,那由于我的多肉呢 大概有将近100种 然后呢在外加大概有300盆 好伤脑筋哦 这下只有David老师可以帮我浇水的情况之下 我就只能把它分区 那外面路养区当然就佛系的照顾了 就不管它了 然后在雨棚下面的呢 我以后再把它分成三大类 一个就是属于厚叶的多肉 然后呢还有薄叶的 还有幼苗的多肉 那这下如果我的厚叶多肉呢 其实基本上一个月不浇水 我觉得都OK 而且它比较呈现出大概种植了两三年 那至于薄叶的呢 大概十天就要浇一次水 我觉得比较伤脑筋 那幼苗呢 那更是三天就要浇一次水 那这个时候就要麻烦David老师了 来帮我浇水 好,那今天我想把我上架的多肉的视频呢 给大家看 我究竟有哪些多肉上百种的多肉 哎呀,没有办法一一数给大家看 那只能把漂亮的多肉视频给大家欣赏咯 那目前这边都是我的作品 就放在上面 这个也是上次做的非常的美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我的 摆在架上的多肉有哪些 那有机会我们就台湾见咯 我先用来看看 对面的多肉 那我们就去看看 那我们就在那里面 我可以找到 那边 我可以找到 那边 以前 那边 那边 我可以找到 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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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